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韩的白话 我们俩第一次跟那个狭路相逢,有一个事 没见过你 那你肯定会说的 不然你要喝什么白哦 什么白,你说怎么玩 不可能 江秋时,对吧 你说我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 我认识,成都的嘛 你认识吗 成都的嘛,我认识嘛 我们俩喝过酒 真的啊,真的 想着你,想着你啊 最近别再考教师的啊 要说汪小飞只要是喝醉了 啥事都能做得出 都说酒品见人品 他这个酒品真是包咋的 这位女主播听到汪小飞的朋友 喊出自己的真名,吓得马上下线 过后她单独直播的时候 评论区一堆人谩骂 女主播解释自己和汪小飞等人不认识 但是没人相信 汪小飞这边一脸懵低 看直播的人提醒的 别忘记大S 还让他要做好丈夫的本分 酒醒之后还发了微博道歉 不过玩卡的真面目是一下暴露了 不过汪小飞呢 是一点都不坦荡 玩了非要说没玩 其实富二代玩卡 追逐女明星 女魔特女主播的事情有很多 汪思聪不也是乐此不疲的 追逐各种小网红吗 但是汪小飞之前 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老婆还是大S这样的女神 结婚那几年 汪小飞还算是收敛的 毕竟有老婆管着 现在离婚了 那更是放飞自我了 直接迎娶网红张颜颖 又是同款衣服 按秀恩爱 又是同回爱潮 反正是该做的 一个都没落下 那时候对大S也不过如此 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也留不住他的心 真替大S感到不值啊 难怪小S会说 大S离婚之后状态很好 这是摆脱了渣男呢